吴尼朗 米乌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看到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迈入了第13年了 那么在29号的上午举行的记者会 宣布将在12月3号展开活动 由于每年都会花上上千元来办法会祭鬼神受到争议 那么今年是已经遭到议会删除明年度的预算了 那么对于是否成为年末的最后一个活动 民政处长林金虎特别请秘书长饶中来说明 表示会了解各宗教团体的意见 民情在做规划 有前任花莲县长首创的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五教合一 每年都会固定在12月间举行 29日上午办理记者会 宣告将从12月3日至10日举办为期供八天 在花莲县内体育馆开幕 展开全县十三厢镇市大绕境 希望借由绕境祈福 祈求台湾花莲县一切平安祥和 用宗教力量安抚人心 111年各宗教的祈福及绕境活动 我们从12月3号开幕 下午一点半开幕 到12月10号下午闭幕 我们从新城乡开始来绕境 一直到最后10号回到花莲市 在六起重画期有一个绕境祈福的晚会 有各宗教的表演仪式以及宗教的庙会 和一些宗教的宗庙的历史介绍 我想和很多摩采的丰富的奖品 欢迎所有的县民 大家信众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宗教的活动 让大家共同祈求我们花莲县应苍隆 我想明年我们会尊重民意 来了解民情 然后一切我们还是依规定来办 是不是有用其他替代方案来办 我想我们会跟宗教各界 他们的意思 了解一下他们的民意 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来规划 由于县府编列明年度宗教预算 6300多万元 因金额庞大引发争议 甚至在上月县议会审议时 县府动员宗教团体到议会旁听 被认为是施压干涉议会审查预算 最后决议通过删除明年五教合议 969万9千元 绕境法会700万元 补助各寺庙祈福参拜活动470万元 明年是否还会续办 秘书长劳中表示 会尊重民意 了解各宗教想法后 在意规定办理 记者蒋邦彦华理事报导 文字幕排华理事报 Outside View